原标题,每天穿衣化妆精致细微的美国好媳妇却被丈夫抛弃,但剧情反转了。 在众多的各国大剧中,有一部美剧请你千万不要错过, 它就是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当本发看过喜剧之后,唯有一种感觉就是Perfect。 无论从时装还是从剧情角度,每一个细节都可以与电影媲美。 故事发生在1958年的曼哈顿,女主角是一位26岁的纽约客Mitch Meisel, 她是个精明、阳光、充满活力、可爱以及非常风趣的犹太女孩。 本妈从她身上看到了什么叫能干。 Mitch Meisel已经规划好了人生路线,上大学,找个完美丈夫,生两个孩子, 而这一切也在她的计划之中。 嫁给了曼哈顿非常有钱的富二代丈夫,有着让人羡慕的完美婚姻生活。 虽然她没有工作,并且所有的生活中心都是丈夫和孩子, 但她却是一位非常追求完美和精致的女人,而且每天都非常忙碌。 她喜欢戴着原定无言小礼帽,一身粉色A字形大衣,在春雨盎然的街头如一朵正在放的花朵。 虽然她的丈夫是大公司里的总裁,却有着成为单口戏剧演员的梦想, 不过她并没有什么天赋。 但Mitch Meisel一直都给予丈夫非常大的鼓励和支持。 她经常要为自己的丈夫准备美食,好用来贿赂咖啡厅的老板, 可以给自己的丈夫安排一个好的演出时间。 在五十年代时期,不管是民谣、Jazz摇滚或是喜剧表演, 各种文青年爱好者都在夜晚来这里表演。 Gasla Cafe煤气灯咖啡当时也是如此,这里也是Bug Dylan起家之地。 并且她每晚都会陪丈夫来Gasla Cafe煤气灯咖啡演出, 同时会帮丈夫用笔记录下,哪些地方会引起观众的笑点, 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之类的。 Mitch Meisel绝对可以堪称美国好媳妇身为家庭主妇的她, 绝对何况脸婆不沾边, 她每天都会用软翅来测量自己的身材是否是完美尺寸, 竟然已有十年之久。 震惊! JPG而且每晚都会等丈夫睡着之后, 再悄悄起床卸妆。 美早都会在丈夫醒来之前, 掀起床上妆, 再回到床上假装还在梦中, 被丈夫叫醒。 传说中有些女人不会让老公见到没化妆的样子 大概就是Mitch这样。 然而这么完美的她, 却依旧无法阻止丈夫要离开自己的一天。 这一切都因为, 某天丈夫演出得不太顺利, 回家之后, 气急败坏的她说要离开Mitch, 并且告诉她出轨了自己的秘书。 突如其来的消息, 瞬间让Mitch崩溃了, 昔日的精致不见了。 她随便拿了一件外套, 穿着睡衣拎着酒瓶在地铁上独自买醉, 任凭雨水随意地淋着自己。 她来到平时丈夫演出的Gasla Cafe煤气灯咖啡, 坏情绪使她失去了理智, 她冲到台上, 胡乱地说了一堆现在的酒精, 竟然却意外地引来了全场的欢笑声。 不过喝醉了的Mitch在台上说了一些比较暴露的词语, 瞬间引来的警察进入, 并被带走了, 就这样有了自己的第一次前科但却得到了咖啡店老板的注意, 并告诉她非常有喜剧天赋, 可以尝试发挥自己的天赋。 剧中的Mitch的造型有着非常标志的五十年代风格, A字形大衣收腰连衣军丝巾礼帽, 几乎每一个造型都十分的优雅迷人。 纯色的造型搭配, 也是剧中十分出彩的造型。 不过Mitch并不认同自己的喜剧天赋, 拒绝了咖啡店老板。 双方父母在极力帮他们挽回婚姻, 但却在一次家庭聚会中, 以大吵而告终。 失望的Mitch再次冲到了Gasla Cafe煤气灯咖啡, 以表演的形式发现了自己的情绪, 不过他有因为言语上的暴露, 再次入狱。 在剧中, Mitch将自己的孩子托付给母亲的镜头中, 妈妈夸他今天造型好美, 于是他说是来自设计师Jack Spass的时装。 紫色的帽子搭配同色系大衣, 加上背景的衬托, 这样的美剧镜头真的可以媲美电影。 Jack Spass而时装设计师Jack Spass, 与Christian Dior和The Airbombat一起被认为是50年代时期, 最高级定制时装最有影响力的三大设计师。 Jack Spass的时装设计50年代的时装风格比较鲜明, 收腰套装或是两色的A字型大衣, 体现着这一时期女性的优雅魅力。 在寒冷的冬天, 一件两色大衣对于日常上班族也是不可或缺的单品, 不仅可以打破沉闷的冬季造型, 还可以为自己增添火力感。 或者可以选择粉色大衣, 也是本季大热的颜色, 鲜亮的粉色早已脱离了可爱戏, 如今穿上身会透露着几分与众不同的时髦感。 在经历了一系列之后, Mitch终于决定要在写剧的道路上尝试一下, 她也与昔日丈夫非常崇拜的单口喜剧男演员成为了好友。 就在这时, 丈夫抑制不住自己对Mitch的思念, 请求想要和他复合, 却被Mitch拒绝了。 虽然她依旧思念着丈夫, 但同时也想要开始需求新的生活, 专注于自己的新生活。 不得不承认, 她的确有着演讲的天赋, 只要是在人多的情况, 她总是非常擅长将大家聚集在一起, 并说得阵阵有词。 亮色的A字形大衣是在剧中经常出现的单品之一, 搭配着低跟鞋, 演绎着50年代女性的优雅魅力。 虽然有着口才天赋, 但是现实并没那么顺利, 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Mitch搬回和父母一起住, 同时也决定自己需要一份工作来支撑自己的生活。 虽然他也并不缺钱, 于是他找到了一份百货公司彩装售货员的工作, 在这里揭示了新的同事, 当然依旧发挥着他口才的魅力。 在这一段中, Mitch身穿蝴蝶结领灰色收腰连衣军, 人群当中依旧保持着精致优雅的姿态。 从左致用, Tory Burch 2017秋冬, Kate Spade 2017秋冬, Rodges 2017秋冬作为职场女性, 无论是蝴蝶结领衬衫或是连衣军, 都可以为日常着装中增添几分精致魅力。 蝴蝶结细节也是本季秋冬秀场潮流趋势之一。 在日常穿搭中, 将蝴蝶结细节点缀在林口, 都无疑是增加魅力的点睛之笔。 虽然他去工作, 并没有得到父母的认可, 但他依旧我行我素。 并在第一天下班后, 送了母亲一尸口红, 来好好比他更追求完美的母亲。 母亲身穿相爱而套装, 也是优雅到无人能敌了。 在学习与表演单口喜剧期间, Mitch也同样受到了阻碍。 观众的质疑与诋毁, 让他陷入了自我否定之中。 Mitch与咖啡店老板大吵了一架之后, 决定不再继续下去。 就在这时, 他的同事邀请他来参加Home Party, 无意间Mitch就开始发挥了自己的口才功力, 最终剧会变成了他的个人表演, 不过大家都开心到不亦乐乎。 在剧中, Mitch也有多次穿过真枝短袖, 作为50年代的优雅女性, 真枝短袖是他们休闲装中必备的款式。 看过Mitch穿之后, 本把也被成功种草了, 无论是用真枝短袖搭配半身裙还是裤装, 都无疑有几分复古魅力哦。 重新找回自信的Mitch与咖啡店老板讲和, 并且一同去看了很多喜剧表演, 来丰富自己的表演经验。 再次回到咖啡店表演的Mitch, 比以往有了更多爆发力, 不断得到观众的惹捧与好评。 他也越来越喜欢在舞台上表演的感觉。 而这时他与丈夫的感情, 也发生着变化, 他们彼此依旧思念着对方, 并抑止不住想要复合的心情。 圣诞节来临之际, 他身穿了一身绿色套装裙, 展现出无比迷人的气质。 套装裙在50年代同样是标志性的着装, 在剧中不仅Mitch, 他的母亲也非常爱套装裙的装扮。 在第一季结束的时候, Mitch请来了喜剧男演员好友为自己助阵, 然而这一切都被想要成为 单口喜剧演员的丈夫看在眼里, 他表现出非常沮丧的心情, 而Mitch却再次表现出了爆发力的表演。 则编内容执行, 而且 谢谢